大家好,我是Chin Yan 我是Sherman 那Sherman,我们看到从2021年开始 中国股市就备受考验 从科技行业的监管 房地产的打压 以及病毒清零政策 就现在这个时机而言 您认为是不是投资者入场的好时机 对中国股市您又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那么以中国的经济展望来说 我们看到北京不断的 积极的在推出更多的所谓刺激性的政策 是有望稳定经济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5.5%的经济增长目的 其实是凸显了中国经政府提振经济的决心 那再来我们看到开始放宽了所谓新冠疫情限制 我们也开始看到上海的海空港货运量 已经恢复至90% 我们也同时也看到 投资者对于中国企业盈利前景是过于悲观的 我们也预计企业盈利会渐趋稳定 那么就中国科技板块来看 我们看到近期的科技建管风暴 或者已经开始接近尾声 我们看到北京当局不断的释出善意 以维持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企业股票回购 它大致上提振了投资者对这个板块的信心 再来我们看到如今的中国科技股 是相当依赖所谓的第二条增长曲线的 所以就代表着所谓的金融科技 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 会大大加强了所谓中国科技股的前景 最后我们建议投资者对中国股市保持信心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 尽管市场上有各种的负面消息 不断的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认为市场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在市场进行定价 此外中国北京近期频频的寄出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 他们有效的奠定了中国股市的基本面 以及良好的前景 我们相信市场已经来到了接近底部的水平 目前来说中国股市的估值急剧吸引力 我们看到MSCI中国指数已经跌至多年的低点 以2024年的预计盈利来计算 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只有10.3倍 再以我们的14.5倍的合理市盈率来看 再配合未来两年内的预测盈利 我们预计中国股市在2024年年底的目标 将有超过40%的上涨潜力 最后我们将中国股市的新号评级 由4星上调至4.5星急剧吸引力评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